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老师今天要把这个地瓜直接入菜 那我今天要把它拿来跟鸡腿搭配在一起 就是蛋白质 然后淀粉 主食的概念 那我可以看到我的地瓜我把它切好了 然后削好 切片 那这个水里面呢 我放的是这个有盐水 就是有一点盐水 为什么要加佐亮的一点盐 因为让它基础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咸味 然后再能够再把它一点点的淀粉值呢 能够再洗掉一些 然后再来就是在家里面厨房妈妈的一个 这个调理程序比较不容易赫变 然后呢 比较不会变色 那老师你加了什么粉 面粉一点点 就普通的干粉 面粉都可以 对 然后我现在锅子里面 我要把它放一点点的油 好 我们热锅热油 今天这个是还要烧鸡 所以焦麻鸡的另外一个食材 当然是鸡块 鸡鸡 对 好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这样子 所以热锅热油 我们先入锅的是地瓜鸡片 油脂先吸在这个地瓜的表面 好 所以让它用这个稍微热锅热油煎一下 让它表皮这个煎好恰恰 对 那所以今天的焦麻鸡 除了传统的焦麻风味 也补了一点甜度跟膳食线味 对 这样就比较平衡 等会我调酱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会再放糖 为什么 因为未来你跟鸡肉相左在吃的时候 你就会有地瓜的甜分供应给我们的一个口感 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鸡腿肉的部分呢 你就一点点的胡椒 好 我们稍微前置作业 胡椒腌制一下 少许的一个盐巴一点点 好 那我鸡腿我有稍微肉厚的面 在肉的地方 我就有把它用刀子稍微切一下纹路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熟 这样才会熟得比较均匀 对 比较均匀 对 有道理 好 然后放进来 好 然后这个呢 不用到全熟 我们只是要它表面呢 沾上油脂 因为等会沾上油脂 等会在加热的时候 油脂的温度会吸收锅子里面的水蒸气 对 第一 帮助地瓜营养吸收 然后再来就是熟得快 好 老师你这种鸡腿排 是那种冷冻肉排 对 就去骨的这种鸡腿 好 老师你那个地瓜稍微让它上碎 三米饭还没有熟喔 对 取出来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腾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鸡腿呢 直接就这样子放进来 一样是带皮的这一面喔 可以让它煎一煎 逼出一点油 对 然后呢 这样子开火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让它去煎 那我们刚刚呢 同等份量 你可以看到多少的肉类 然后我们配上了这个 差不多份量的这个地瓜 所以你吃一片鸡肉 然后你就可以吃一片地瓜 那可以看到我们在煎这个鸡腿 那个皮释放出油脂 你就会看到热烟上来了 就表示热气我如果没有留着 对妈妈来说 你的做菜时间就会增加很多 所以我们刚刚 就把它 你把它当盘底这样子喔 对 换成今天鸡腿肉来当盘底 然后盖起来 就是我底下在煎 鸡腿在蒸地瓜 这样地瓜的甜分也不会跑掉 就是我用了一点点煎 可是我这样子就可以做到 类似我们开锅去炸的效果 然后等它煎一下 我们再来调味道 真的 我觉得看健康好的生活 真的收获很多欸 对不对 今天又学到一招 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处理焦麻鸡的酱 那焦麻鸡的这个酱料呢 就是我们就回归到家里面 多辛香料 多膳食纤维 那我今天呢 也用了我们国产的洋葱为基底 因为它是一个水分 然后很棒的 尤其最近大家要提升保护力的话 这些辛香料一定要吃 好 然后蒜头 再来辣椒 然后呢 一点点的盐 好 我们放的现在是洋葱 蒜头跟辣椒 那这个辣椒的辣度大家可以佐量吗 然后这是我现在用的盐 就是把这个盐分先吃到每一颗的洋葱丁 那它就会变成去它的辛辣 然后再来就是增加它的甜度反应 我们因为有咸 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鲜美 好 然后再来这个花椒粉 然后呢 放进来之后 番茄丁 很简单 这个是待会我们煎熟之后要淋上去的 最后呼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很重要的 这些蔬菜它一样都要有好的油脂 这时候刚刚妈妈煎煮的油 你就家里面的烹调用油 但是这时候我要拿的就是冷压的橄榄油 冷压的橄榄油 你看那个墨西哥沙沙酱 他们就会用这样子的 然后就要有这些油脂 但是它的灵魂风味不一样 是花椒粉 对 它多了花椒 它那个焦香是不一样的 一般国外可能用的是黑胡椒 然后再来柠檬汁 也平衡一点这个口感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料丁量非常的丰富 再来就是香菜丁绿色的 把它拌好 然后呢 我现在就等 我现在要来开锅 等鸡皮黄了 我就可以来开锅 把酱调好 基本上做一道菜 很方便 好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不沾锅 老师我们怎么判断它锅内的熟度 好 基本上我们说 如果妈妈在家里面 你做菜你的锅子有玻璃盖 其实可以学着就是判断 那当锅盖上面的这个水珠攀截上来 表示这里面就跟你开一个很大量的水锅 电锅都一样的意思 只是说这些水器它就可以帮助你把食物 你可以看到很快速的蒸熟 然后我们要让它不烧焦 你有时候就把它摇下去 这些水就会回到锅子里面 它就不会过度的加温 对 好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地瓜 地瓜就熟了 然后放下去的水分 它也可以 我们来看地瓜熟不熟 筷子脱得下去 我还一次可以穿两遍 就表示怎样 它全部都熟了 这个就可以收成了 这个跟我们煎你一样嘛 对 我每次煎比较厚的那个鲑鱼飞粒 我都对于最后的那一个位置 到底熟不熟 非常犹豫 然后每次筷子在那边兜兜兜兜兜兜 我如果还没有全熟的 你可以看到我刺过去都OK了 可以拿起来了 好 就很刚好 很容易辨别 每一个可以刺穿刺的 它就是熟了 好 很容易在家里面 妈妈可以辨别 好 然后现在就可以来翻拌鸡肉块 我可以火先关掉 为什么 因为鸡肉的肉面它还有一点水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的时候 水下去会喷溅你 我觉得最近大家也会学这些家常菜的做法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开火 开火 对 可以看到 而且真的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开火到觉得很烦 不知道要煮什么 健康好生活的YouTube频道 有过去几年累积的影片 你就一天做一道 这样会电话 是 然后 现在刚刚有黄色的对不对 现在就再把绿色的也加进来 是盖上来 这样子再煎一次 基本上谁都该熟 鸡腿的肉面也会熟 然后皮是酥酥的 产生的蒸汽 现在还要帮我把豆子给蒸熟 好 我觉得你这个食材都是先酥鸡摊的食材 但是你没有用大量的油炸 那阿方老师在煎它蒸它的同时 我们顺便看一下 好 台湾本地因为那个各种品种都有 通常时候你会怎么挑跟怎么保存地瓜 我们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们市面上现在比较国人普遍可以接受 当然品种的差异性 它的号码鞭别可能有落差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一种就是这种就是我今天用的 像那个鸡蛋黄的这个颜色 就是对 我们一般讲的就57号的那种地瓜 台湾57号 对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红皮的 就是我们说什么金山地瓜的这个品种 那它两者差异在哪里 其实甜度都够 但是呢 这个口感它比较Q 然后这个口感比较棉 比较湿度比较高 颜色比较像橘黄色 所以我们一般做点心啊 做什么蚝蚝啊 这些就会用它 然后家里面呢 如果你要香松的话 对 红烧的 干爽的 你就用它 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 紫芯地瓜 这大概就是我们市面上 然后我们说地瓜啊 它其实该长芽就是生物很难腻 我们可腻 那我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就是 回到家我会把两头切平 对 然后不用之前千万别洗水 好 然后放在这个 你家不是 阴凉的地方 对 我家什么地方你知道 我们琉璃台下面不是有柜子的角吗 那我就会放一个盘子 就把它放在那里面把它推进去 不会太潮湿吗 不会 在炉火那一柜 你不要在水槽那里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阴暗的骗它 就每天都是晚上就对了 真的哦 对 那如果接受到阳光 它就长芽 当然啊 好 那它就会 所以假设把它放在阳台 它就发芽 很快就发芽 它就长出地瓜叶吗 是 所以 所以这就是 然后也一次买刚好就好了 就不要买太多 好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的鸡肉都熟了 豆子也翠绿了 那豆子它还是要吃全熟 我就可以很随性地 把这个鸡腿肉放上来 哦 所以这个要盘起来 然后再来淋我们的焦麻将 对 你看小家庭这样子是不是全营养都有了 就很方便哦 我觉得现在因为哦 这个现实社会逼大家开火 可是大家多数还是小家庭 小家庭开火真的很苦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处理好刚好的份量的食材 又要兼顾到多元营养素 又要能够快速有效率的这个上菜 其实蛮辛苦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看你要拿起来沾着吃 或者是很丰富的 然后这样子就把地瓜也吃到一个很特别的酸辣味 对 而且完全不油腻 很健康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对 这个地瓜真的咬下去就是一个很脆 没有看到那种就是咬下去口感非常的好 那其实它我们这边配的是一个白色的那个优质的蛋白 可是其实除了这些蛋白跟淀粉类之外 其实我们还配了一些素菜 所以其实这整个一碗菜里面 几乎我们该有的一些营养分都已经在里面 而且吃下去的时候非常的爽口 那其实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在讲说一些淀粉类 或者是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 我们都会讲到说 为什么会在意这样子 主要还是因为说我们会在意的一些 我们新陈代谢科会看到的一些慢性疾病 它会跟这样子的关系 会有一些关系 我们在这边 好